今年国庆党卫祥芯片好像也没有那么热血沸腾 无疑是输了 作为党旗唯一一部喜剧片 这部片名有点长的芯片 却遭遇了观众和电影院的双重冷遇 观众不买账导致上座率低 电影院不看好导致排片场次垫底 这一切其实都跟开心麻花这四个字有关系 亏损超一点七亿 卫祥芯片票房崩塌 我感慨 替开心麻花烂片还债了 今年国庆党虽然说有12部芯片上映 但满打满算有订阅度成本高的大片 就前任四 坚如磐石 志愿军 莫斯科行动 好像也没有那么热血沸腾五部 前任四 首日票房破9167万 坚如磐石首日也轰下了5192万 志愿军表现不如预期 也拿下了2688万首日票房 莫斯科行动晚了一天上映 截至9月29号8点首日票房 已经冲破2021万 直逼前任四 这四部大片 或多或少表现没有那么惊艳 但至少票房还算能看 可好像也没有那么热血沸腾 只能用崩塌惨败来形容了 电影上映首日票房仅292万 截至9月29号8点 电影上映两天 加上之前好几天点映 累计票房才1615万 辛辛苦苦还不如人家上映一天的成绩 好像也没有那么热血沸腾 实在让人失望 这让电影面临空前的票房压力 电影花了大价钱 卖了版权 翻拍的是西班牙2018年 西班牙票房冠军篮球冠军 由于请来了三个真正的残障人士出演 导致电影拍摄进度缓慢 整部电影拍摄了八个月 根据网络报道 电影成本超两亿 按照目前的走势 除非出现票房口碑逆袭 不然电影最终票房破亿都是大问题 制作方一般是拿票房的38%分成 加上宣传成本 好像也没有那么热血沸腾 亏损 或许在1.7亿以上 让我有点感慨的是 好像也没有那么热血沸腾 并不算一部烂片 更多的是替开心麻花烂片还债了 很多观众天然的 把好像也没有那么热血沸腾 视为开心麻花作品 却是主演魏祥 王志 艾伦都是开心麻花成员 导演高虎 编剧尖尖制的行文雄 也都是开心麻花老搭档 这个团队上一部作品就是开心麻花大爆款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好像也没有那么热血沸腾 很明显就是一部想要复制这个杀手 不太冷静成功的电影 但好像也没有那么热血沸腾 并不是开心麻花出品的电影 这一点观众是误会了 更为搞笑的是开心麻花 曾经是一块金字招牌 很多烂片都是打着开心麻花旗号上映的 近年来开心麻花烂片不断 观众早就审美疲劳了 好像也没有那么热血沸腾 质量没有那么差的喜剧片 被观众误以为是开心麻花作品 反而起到了负面作用 尤其是今年暑期党的超能一家人 堪称年度最烂电影 短时间内观众是真的怕了 导致观众看到了 有开心麻花元素的作品 都不敢支持了 开心麻花终于为拍烂片付出代价 和原版有差距 但好像也没有那么热血沸腾 质量不算差 2018年西班牙诞生了两大家作 第一部就是 看不见的客人风靡全球 不少国家翻拍这部电影 在几乎没有宣传的情况下 中国内地票房冲破1.72亿 不过 在西班牙市场看不见的客人 却被碾压 一部篮球冠军 轰下了超2300万美元的票房 是看不见的客人的七倍 最终拿下了西班牙2018年度票房冠军 可惜篮球冠军 在中国内地知名度不高 从好像也没有那么热血沸腾来看 中国观众对这个特殊群体 也没有过多的订阅 由于西班牙对残障人士做了很多福利制度 导致西班牙的残障人士是可以正常生活的 在原版中球队成员有各自的生活和职业 干园艺的宠物店 流水仙工人 甚至还有玩乐队骑摩托的 这一点自然要本土化 因此在中国版中 变成了一个特殊学校里面的球队 而不是原版的社区球队 原版整个球队成员都是真残障人士出演 而中国版就用了三个 其他的都在专业演员 哪怕演得再像 总是差点一丝 能看出来演技痕迹 在很多对残障人士关怀的细节上 这两版也有区别 原版还存在很多反转 但仔细想想很合理 比如最后决赛差一分 有个球员像平时一样被对篮筐投篮 往常他从来没有投进去过 放在平常的电影 这肯定是最高潮球进了 但电影设计极为精彩 这颗球照样和球筐擦肩而过 球队只能获得亚军 这就是生活 也许他们做到最好了 但离正常人就是差一点 最后教练获得了更好的机会准备离开 球队成员都来了 按照国产烂俗片的套路 肯定是队员深情呼唤 教练留下了的大团圆结局 但队员其实是来送别教练的 毕竟留下来恐怕只是电影才存在的情节 太多人为了生活离开了 可惜好像也没有那么热血沸腾 变成了一部纯粹的喜剧片 把该关照的球队成员弱化了 设定和戏份全家给了卫祥饰演的教练身上 确实制造了很多笑点 但失去了很多人文关怀 当然了不是说电影不好 只是不够好 只是不够好 现在是不够好 也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